我是庚子涵 是小白船的导演 很高兴这次来到导演双周 小白船由七印象出品 由梁静女士广乎导演监制 非常开心来到这里 小白船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成长故事 在她一个十五岁的夏天 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 她学会了一些 感受到了一些伤痛 感受到了一些幸福 小白船的剧本 其实是刘亦宁大学本科的毕业作业 我们是大学室友 在大学也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和经历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故事中很多青春的真实的情感 是非常打动我的 它也具有一定的普世性 我觉得我们很想把这样一种属于青春的感受 用影像表现出来 在我们一起工作之后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共同在改进和调整剧本 那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影像去服务 首先刘亦的饰演者中美军 那我第一次看到她 就是在文艳导演的嘉年华的电影当中 我觉得她的表演 非常的精准 又非常的自然 又特别有表现力 然后她的年龄段 也和刘亦相对的很相符 所以我们当时在参加青春创投的时候 就联系了她的经纪人找到了她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费用的 但没想到她的经纪人非常快的 很乐意的就答应了我们的邀请 然后我们的合作就一直到了现在 在开拍之前 我们有大概三到四天的时间 两个演员 我还有摄影师 我们在照相馆二楼的房间中 就是场景当中待了几天 我们演练了一些剧情 然后又试图找一找在那生活的感觉 我觉得挺奇妙的 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然后同时我也给饰演刘贤 和饰演明美的演员 我们做了一些小的尝试 比如说让他们打架 让他们吵架 我希望能看到他们彼此 更亲近的一面 而不是相对 关系又好 但又有点疏远的样子 在我们前期的拍摄团队当中 有很多的女性主创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故事 更加吸引女性创作者 那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环境下 我觉得大家都在本能地 去书写一些东西 我觉得当然拍摄时 是一个相对温柔的环境 是一个更细腻的 平和的一个工作状态 但是当拍摄完成后 我渐渐意识到 好像我们 首先我们没有意识到 我们是女性 不是拿这个前提来创作的 但是成果确实它 是一个属于女性书写的故事 《小白船》是一个 讲述回忆的故事 那其实在我们的创作过程中 最早期故事的结尾 真正是到了刘贤长大之后 但是由于拍摄和剪辑的原因 我们只把结尾 只停留在了刘贤的冬天 可能是因为原本剧本的结构 所以其实从创作 很多创作的细节 都有着这种时间流逝的感觉 比如说刘贤的手机 它是一个旧旧的手机 它是出现在过去的 然后包括一些朦胧的影调 从前期的摄影和后期的调色 我们都试图去让影像朦胧化 感觉就像是一段记忆 好像记得清 好像又有点模糊 在我们创作的一开始 其实就有带着一种回顾的视角 可能是故事的讲述方式 或者是一些思维 创作上的思维 它其实是一个回顾的感觉 在讲这个故事 那在后期的调色等等剪辑的创作当中 好像我们又一点一点点找到了 更加明确了这种回顾 回看 有点朦胧的这个感觉 我们小白船的拍摄地在哈尔滨 首先哈尔滨其实是刘亦宁 编剧刘亦宁的故乡 他在那长大 他原来的剧本中就写的是哈尔滨 对于我来说呢 我不是哈尔滨人 但是我爷爷是哈尔滨人 然后我是北方人 中国北方 所以我对北方会更有一些亲切感 那我又觉得哈尔滨是一个 非常丰富的多元化的环境 这对一个成长故事来讲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哈尔滨很合适 我不是朝鲜族 然后演员黄自棋也并不是朝鲜族 所以在拍摄过程中 我非常需要其他的朝鲜族演员 是真正的朝鲜族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的环境 语言环境或者是文化环境 去帮助黄自棋去体现 然后或者说帮助黄自棋 去在这个民族的表演上去增色和加分 我在嘎那有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因为以前我看到嘎那都是照片 或者是一些视频 我觉得它在我心里 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地方 它很美很好 是所有电影人心中最棒的地方 那我真正来到这时候 我发现它一针一换 因为它有很多电影的痕迹 有很多照片 有很多老的电影的照片 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个非常复杂的感受 但我非常开心在这里 感谢观看